这次塑形装了一个行车记录仪 摩托卡的 然后换了一对编包 欧萨的编包 比我之前的那个皮包要能装一些 刚刚洗完车 收拾行李 准备出发 终于把行李收拾完了 给大家看看我这次升级了一些什么装备 首先很重要的一样东西 就是这个 边境通行镇 这张镇让我等了十天才拿到手 其实其他的地方只需要一天的时间 然后这个的话 一般如果你要走新藏线的话 你要去西藏地区的边境地区 比如说珠峰 比如说纲人波旗 这些地方你是需要这个的 这个呢在西藏也可以办 但是在西藏办的话需要花钱 而且特别麻烦 所以我就在我的户籍所在地 也就是我的老家提前办好了 在老家办是不需要花一分钱的 你只需要拿上你的身份证 还有三张白底一寸的照片 去派出所或者是政务大厅 办理就可以了 非常方便 这一堆就是我这次出行准备带的东西 这一堆 这一包里边是炉具 我待会儿装到边包里边去 然后这一包里面是帐篷 这一包里面是厚的骑行符 看起来好多 然后我这次换了一个睡袋 这个睡袋非常大 装起来也挺大的 可以扛零下35度 还是黑冰的 这1300 然后带了一件电加热马甲 赛宇的 给大家穿上看一看 在马甲的口袋 有一根USB的接口 这个接口是可以接充电宝的 充电宝接上之后 马甲就会发热 它这个马甲里边组的有线 组的有电热片 然后为什么要戴这个呢 因为我那个啥 我不是装了摩托车的暖气吗 但是我怕摩托车的暖气 万一被一动啊 那个动裂了 会很麻烦 然后看到这里 肯定又有好多人都会说 现在夏天了 夏天了 你去骑个短 你穿个短袖 你去骑摩托车 你到阿里地区 你去看一看去 我是在六七月份 在西藏经历过下暴雪的人 这个马甲也可以当日常通勤穿 就日常穿也可以 也挺漂亮的 比较简约的一个 然后还更新了些什么 给你们看看我的背包吧 这次买了一个邮箱包 这个邮箱包是磁吸接口 你看它这个可以直接贴在油箱上的 然后里面装一些索杂的 平时用的护手霜啊 乱七八糟的东西 然后这次换了一个头盔 这个头盔炫不炫酷 然后这个相机是用这个粘的 你看这个固定在上面的 然后配的耳机 然后弄了一个小辫子 看这个头盔漂亮 背包也换了 背包你看 这个背包是一个快 就是能快开的一个相机包 下边这里放的无人机 然后把这个板放上 可以节省很多空间了 然后这里把我的洗漱用品包 放在这里 看非常省地方 而且要拿那个啥 要拿相机的话特别好拿 因为我之前的包是纸筒包 从这里开 然后相机放在下面的话 每次要取相机 要把包里边所有东西掏出来 然后上边的空间是这个样子的 看这次出发带了一个相机 这是我以前一个尼康的D7100老机子了 以前8000多 现在2000多 然后还是5万毫安的充电宝 搭帐篷的用比较方便 然后这一包里面是充电器 这是一个手持晕台 这个空间利用的非常好 然后这个包 你想取相机 想取无人机都特别方便 然后它有很多的小包 可以装一些内存卡呀 充电器呀什么的 收拾行李的时候 永远不觉得行李多 就装上又觉得好多 想卸掉 走之前到我妈店里边 吃个饭 现在是午饭时间 12点 因为放学回家了 这怎么大外面 给人家住的我了吧 给人家住的 这是我们的家常菜 吃饭 哎呀 走之前还有鸡吃啊 为什么我真是个家 哪根是个鸡啊 小时候特别爱吃鸡头 家里不给吃 现在家里边沙拉鸡 只要我在家 鸡头都是我吃 但是出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